高雄祖贏會來海港餐廳的股蛋店 日落有團出很多人在十塊百度 已經有四十來人去就醫了 衛生局局長九中掲早 發現可能是食材牽涉的 南作會所造成的污染 也有針對食材和環境來採檢調查 日切日白這兩天 股蛋店已經停業 加強請結席 餐廳門口站站餐廳營業的故事牌 高雄祖贏會來海港餐廳的股蛋店 日落發現好親像濕安遜驚 像是沙海民眾用餐料後出現老闆的情形 後來又團出很多人就醫 衛生局統計九日白月報 累積就醫的人數是四十六人 都是那天要吃月報茶或是晚上的人客 經過疫調 指揮民眾吃過品行保管 碰過菜頭雞 青鵝 薩絲米 鐵拉米蘇 便吉林 沙拉 便家店 讓人來做科技食材採檢 衛生局日切 接到便宜通報告中掛查 發現好親像青石南洋無燕 也尊重度有更多的這些環境作菜檢 入職表示已經跟社會者達成保障協議 雖然衛生局的檢驗結果還未公佈 不過 孤單點是七日八兩天 讓人要求停業進行全面請消改善 由衛生局統佈進行複雜 年支部改善會依照十安喚 喚六萬一雄 兩月以來發揮 記者綜合報道